龙年开局就不平静 让我想起了2012年那个龙年的2月6号 中共前重庆市公安局长王立军出逃 引发的轩然大波 那今年这个龙年的大年初一 2月10号 中国山东举县发生灭门案 而就在这同一时间段 前任美国劳工部和运输部长赵小兰的妹妹 美国最大华人海运公司 福茂集团的董事长兼CEO赵安吉 在美国中部时间的2月10号午夜 准确说是2月11号的凌晨 大年初一的后半夜 突发意外身亡 十年仅50岁 那他的死后面背景有多大 可能不可估量 今天节目的第一个环节 我们就跟进一下这起事件 但在这里先跟大家分享一个信息 我跟文昭、张天亮、唐靖远、方伟四位老师 录了新一期的周末大V谈 谈到了习近平身边藏有军中巨虎 这是否对习近平构成威胁 以及川普遭纽约判赔3.5亿美元 之前还有一案是8千万美元 这没完没了的官司要达到什么目的 川普要怎么应对 等等有多个话题 非常精彩 本期节目已经在干净世界的周末大V谈频道播出 欢迎大家一会去看 我把相关节目的链接也放在留言区置顶 方便您点阅 好 那现在咱们就说赵安吉事件 赵安吉是2018年从自己父亲 被誉为华人传王的赵熙成手里 接过了福茂集团掌舵人的身份 家世显赫 事业蓬勃 形貌出众 年纪也不算大 往前走 事业不可限量 突然人就这么没了 他的家人朋友 熟悉他的人一定都相当悲伤 可是现在外界对这个事情的关注呢 却有些离奇 人们不是单纯的悼念逝者 而是纷纷的追问死因 以及其背后的谜团 大家议论纷纷 如果有一个实实在在的死因版本 现在不会引起这么多的讨论 那关键是呢 关于赵安吉的死因 现在出现了来自三个信息源的 三个不同的版本 奇怪的是呢 第一个版本 竟然是远隔重阳 在太平洋彼岸的中国大陆媒体 财新抛出来的 这家媒体名义上是引述 美国福贸集团的复告 但实际上是在2月13号周二 抛出了毫无来由的 自己的赵安吉死亡版本 说赵安吉是2月10号 在美国德州奥斯汀地区 参加一个商务会议后 在开车路上遭到一辆超速 闯红灯的大卡车碰撞 导致车祸丧生 卡车司机被捕 发现是酒驾 已经被指控酒后驾车 还有过失杀人 第二个版本才是来自赵安吉的家庭 2月14号周三发出的复告 但只提到赵安吉是车祸丧生 没有提到任何细节 第三个版本呢 是来自事发地所在的德州布兰科县 警长办公室的声明 12月15号周四发出来的 那声明中说 赵安吉所开的车 驶入了一个私人牧场的水塘 水塘深三到五米 足以淹没车身 而赵安吉当时正在车中 可能溺水而死 大家先记住这个官方声明的说法 是可能 possibly 可能溺水而死 不是肯定的描述 而且声明也只说 这是一场不幸的事故 调查仍在进行 只字都没有提车祸二字 也没有向媒体透露 赵安吉的具体死因 甚至出示私人牧场的地址 外界都不掌握 这与通常的美国警方 案件通报相当不同 上述细节感觉有点遮遮掩掩 因此当地一家媒体 已经依据德州公共信息法案 索取事故地址 但截至我们节目播出 人无下文 一名当地美国记者 亲身去布兰科县 警长办公室尝试采访 也被拒之门外 这种种遮遮掩掩的可疑反应 更加重外界疑心 好在奥斯汀的当地媒体 奥斯汀美国周民报 15号这天又挖到一些细节 显示 赵安吉出事的私人牧场 是在奥斯汀以西 约60英里的地点 赵安吉的车 就是沉入到此处的 私人牧场内的一处水体之中 而该处牧场所在的地方 地势崎岖 是丘陵地带 其间是遍布着百万美元的豪宅 是德州很多有钱人居住的地方 不过也有媒体引述 布兰克县当地官方的说法 说出事私人牧场在奥斯汀以西 40英里 这数据跟先前所说的 60英里还有出入 但是基本上能确定 是在奥斯汀西部 40到60英里这个范围内 那么另外根据参与 打捞专案吉遗体的 布兰克县急救中心的官员的说法 他对美国媒体CNBC透露 他们2月10号晚接到报案 说在布兰克县的 Johnson City所辖境内的一处 私人牧场内 需要进行水上救援 救护车辆是2月11号 凌晨12点12分 抵达出事地点 发现一辆载有一人的汽车 完全没入水中 水深3到4米 救援人员最终打捞出 车内的一位女性 经过43分钟的抢救 仍未挽回其生命 这个急救中心的主任 奔奥克县说 没有迹象能看出 车子是怎么掉进池塘去的 但是急救中心的人 也没有告诉媒体 出事地点在哪里 车子是否有外部损坏 这些都没有讲 大家可以发现 第三个版本的细节更加丰富 而且是当地美国办案 与急救人员直接陈述的 与之前的两个版本 所讲的车祸完全不同 也没有提到专案吉车子 被大卡车撞 我们可以再梳理一下 这第三个版本的重点 专案吉是当地时间的 2月10号大年初一的深夜 开车掉入了奥斯汀 以西40到60英里 Johnson City境内 富人区一家私人牧场的池塘 水是完全的没过车身 它可能是因此淹死 抢救也并不成功 但是至少三大细节令人怀疑 第一 专案吉的具体死因 第二 出示私人牧场的地址 第三 这是后来当地媒体得到的爆料 说当地官方预计不是谋害行为 但如果不是谋害 为什么急救医生都看不出车子 如何掉入池塘 又为何当地公布的信息 与大陆媒体财新 还有赵家仁所说的车祸不一样呢 其实还有一个人也是提供了一些线索 是哈德逊研究中心中国中心顾问委员会的成员 凯尔巴斯 他在X的发文透露说 赵恩吉是乘坐自己的特斯拉汽车 在一处私人牧场倒车掉入了池塘密闭的 而且说赵恩吉几乎可以肯定是中共的高级成员 短短几句话信息量巨大 令德州当地官员所说的 预计不是谋害行为更加站不住脚 因此现在舆论普遍是怀疑赵恩吉可能涉嫌被中共谋害 为什么呢 这也跟他的背景有关 赵恩吉曾担任中共国的五大党友银行之一 中国银行的董事 也是中共国的传播工业集团董事会成员 而这家公司在2020年 因为帮中共海军建造船武器 遭到了美国制裁 甚至坊间有爆料说 赵恩吉是恒大外债的担保人 卷入了许家印案 而赵恩吉生前现任丈夫是知名的风险投资家 詹姆斯·布雷耶 身家29亿美元 在美国500大富豪排名中榜上有名 此前投资过脸书 Atzi、Spotify等大科技公司 据说扎克伯格见到布雷耶都是以老板相称 2017年布雷耶与赵恩吉成婚 扎克伯格也受到邀请 而布雷耶从2005年开始 就跟北京一家风投公司IDG资本合作 这家IDG资本投资的中国企业中 还包括小米 是小米的股东 而IDG资本在今年2月9号 成为被美国军方 也就是五角大楼制裁的 17家中共军工企业之一 这些公司被指在支持中共军队的建设 确保中共军队能获得 由看似民间实体的中国公司、大学 还有研究项目开发的先进技术和专业知识 而在这发生前的今年1月 布雷耶似乎事先知道什么 开始暂停对中共及其科技公司的投资 而且是暂停至少18个月 在这两个事件发生之后 专辑就突然死亡 这不能不令人怀疑 大学院的专栏作者周小辉 在分析文章中说 以2018年12月1号 跳楼轻生的美国顶尖华语科学家 斯坦福大学物理系的终身教授张首胜为例子 类比专辑死亡案的疑点 他说张首胜的家人 说张首胜是抑郁自杀 但无论从他的成就还是财富来看 都没有任何抑郁的迹象 而有爆料消息说 张首胜在出事的前一天 被美国FBI约谈 这或许成为张首胜出事的主因 他等于是被灭口 因为张首胜是中共千人计划的一员 他创办的丹华资本 也与中共有军方背景的企业华为关系密切 他的科技公司也被美国上了黑名单 中共害怕美国再查下去 更多的黑幕会被曝光 因此张首胜被灭口 这或许是张首胜与中共之间的 某种肮脏交易使然 使得张首胜必须死 进而周晓辉就提出疑问 说赵安吉之死是否也是如此呢 我觉得周晓辉的质疑完全在合理范围内 赵安吉和他的先生与中共关系密切 像凯尔巴斯说的那样 赵安吉或许还是中共的高级成员 因为他和他的家族呢 跟中共高层都比较熟悉 赵安吉的姐姐赵小兰 也就是参院共和党领袖 麦康奈尔的妻子 在2019年10月 日本德仁天皇登基仪式期间 由时任中共国家副主席王岐山 跟他窃窃私语的图像流传甚广 两人说什么外界是无从得知 但是从互动的方式来看 两人关系不一般 应该是有过比较多的交往 而这种交往不一定是赵小兰自己完成 可能是整个赵家跟中共高层的关系 那么接着刚刚提到的 赵安吉会不会像张首胜一样 因为他与丈夫跟中共长期往来 掌握过多信息 而被美国政府注意到 甚至可能遭致FBI约谈 而被灭口呢 而且大家知道公布赵安吉被卡车碰撞 而车祸致死的大陆财新媒体 其创办人胡舒立跟王岐山私交也很好 王岐山跟赵家关系也不错 财新跟赵家公布的信息一致 而且财新还比赵家抢先一步 在国内公布都说是车祸 但德州布兰克县当地的官方却没有这样说 甚至否定有谋害嫌疑 是不是受到压力呢 那这说明什么 是不是财新和赵家故意放风 指明赵安吉死因有蹊跷呢 或许我们也可以大胆推断 赵安吉的车是被卡车碰撞 从而坠入池塘 也是有可能的 而下毒手的可能是跟王岐山 与赵家之外的中共另外一个山头 那会是谁呢 我觉得倒未必是习近平 也不排除 只能说是未必 可能是习近平要搞的什么势力 比如虽无实权 但富可敌国 海内外势力不小的江家邦 或是任何中共党内势力 担心可能被美国政府盯上的赵安吉 说出什么秘密 进而下次重手 而赵家又不便直接在美国讲出 由财新在国内放料 进行非常时期的爆料战 这也是非常有可能的 那继续深挖赵安吉的背景就更重要 看看他跟中共党内哪个派系 还有瓜葛 甚至可能掌握相关的致命铁证 现在还有不少网民怀疑赵安吉试涉恒大 而恒大许家印就被认为是江派曾庆红家族的白手套 赵安吉被怀疑是许家印借外债的海外担保人 双方关系不一般 过去互动应该也是比较多的 因此很可能掌握不少致命内幕 这或许就是赵安吉当今出事的原因 那说到这儿 我其实有在谷歌地图特意查了一下 想看看能不能根据掌握的线索 找到出事地点的蛛丝马迹 那经过筛选呢 我发现在奥斯汀西部40多英里的地方 有一处豪宅 地点在当地的Bram Ranch Road 此处豪宅呢 跟别的这个区域的很多豪宅不一样 后方就有水塘 而且呢 豪宅与水塘之间还有道路 豪宅前方甚至有直升机的停机坪 显示这个家庭非常有钱 这种地理格局 更像是所谓倒车能倒进池塘里的 因为不可能大半夜一个女士啊 开车在荒野倒车 按赵恩吉的身份 一定是参加某个新年活动 或在什么身份相当的地方出现 进而出现意外 那地点呢 可能就是类似这样的豪宅 因为报道也说了 出事地点在豪宅区的私人牧场 豪宅配牧场 这在美国呢并不罕见 那当然了 未必就是这一状 只是呢给大家一个概念 就是赵恩吉可能出事地点的样貌 好 那这个话题呢 就说这么多 如果有显著进展 我会继续为大家跟进 最后啊 提醒各位 参加我的感恩亲人活动 年未见诞 我们对亲人的感恩不能丢 欢迎您给 xwpajq i gmail.com 我们这个节目信箱投稿 可以任何题材 写感恩亲人的话 200字以内 我在节目中帮您分享 活动截至正月十五 也就是2月24号 那节目最后呢 再跟您分享产品 普瑞糖植物鱼油 普瑞糖植物鱼油呢 有血管清道腹的美育 对保护心脏 降血压 降血脂 缓解炎症 甚至眼睛保健 都有很好的功效 而且跟市面上 很多类似产品不同的是 这款健康品保健品 不含有对身体不利的东西 对所有人都适合 包括爱美的女性 既可以内服保健 甚至也可以外用 当护肤品 也是馈赠亲友的 很好的礼品选择 我把购买链接放在今天的节目下方 您在购买时输入优惠码 DY2023 就能享受全球免费邮寄 普瑞糖植物鱼油的原料 产自韩国的黄梅山 这里被严禁使用化肥农药 是百分之百 从这个最清洁 自然的环境里生产出的 马齿线 还有紫苏紫中提取的 那制作过程采用了 低温超连接二氧化碳 萃取技术 比大多数通过分子蒸馏技术 获取Omega-3的方式 要好很多 那些方式会破坏Omega-3 还可能产生不必要的 异物或者残留物 而普瑞糖的提炼方式 可以得到高浓缩纯净的 Omega-3679 保留其天然的药用特性 美国德州一位65岁白人用户 坚持服用普瑞糖植物鱼油 大约是90天后 她跟太太两人的 党固醇和血压都降低了 夜晚看东西的视力 也得到改善 洛杉矶87岁的华人黄女士 坚持服用两瓶之后 党固醇回归了正常水平 韩国一位55岁的安女士 手脚发麻的症状得到改善 晚上睡眠也好了 那最后提醒您 点击我节目下方的购买链接 输入优惠码DY2023 能享受全球免费邮寄 同时还有普瑞糖 玄宝黑身 400年古法纯手工制作 九争九铺 一样吸收是一般红身的六倍 适合体虚繁忙 压力大 重体力劳动者 还能抗癌抗炎 补肾强心 促进头发生长 易受延绵 我也把这个产品的链接 放在节目下方 输入DY2023 同样可以享受全球的免费邮寄 好 感谢您收看 今天的新闻派演惊奇 更多节目信息 您可以查看我们的置顶留言 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